小五公主,小五公主,不要再睡了,王子们已经在宫殿等你了。 这些王子究竟要干什么呀?都这么晚了,还来干嘛? 我亲爱的小五公主,你忘了吗?今天是你举办舞会的日子,你要在众多王子中选择一位成为你的新郎呢? 哎呀,糟糕,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居然忘记了,该怎么办呢? 小五公主,你别着急,先去换上你的晚礼服。 我换好了,那么你告诉我,今天来的是哪几位王子吧? 小五公主今天来了四位王子,第一位是火之王国的马红俊王子,第二位是小鸡王国的五六七王子,第三位是香肠王国的奥斯卡王子,还有最后一位是海神岛的唐三王子。 哎哟,这不是唐三吗?像你这么丑的人也来参加舞会,真的是把舞会的层次拉低了。 就是吗?像你这么丑的人,你以为小五公主会选择你吗? 住口,你们不要再嘲笑唐三了,否则就让你们尝尝我火龙卷的厉害。 你以为你是谁啊?你以为我的香肠会怕你的火烤吗? 来啊,看看是你火之国厉害,还是我的小鸡国厉害。 小五公主道。 哇,小五公主也太好看了吧。 欢迎各国的王子来参加我举办的舞会,各位王子接下来进行歌舞比赛,比赛结束后,由在场的观众进行投票,得票最高者将成为我的新郎。 好了,接下来比赛马上开始,第一位出场的是火之王国的马红俊王子。 第二位出场的是小鸡王国的五六七王子。 第三位出场的是香肠王国的奥斯卡王子。 我不在你的左右,不在你左右,却被你左右。 我不在你的左右,却还要被你左右,让你在我的世界里来了又走。 最后出场的是海神岛的唐三王子。 每个王子都表演得很好,我应该选择哪个王子呢? 哈哈,臭兔子,你就在这哭吧,不会有人来找你了。 臭兔子,看你最近吃得那么胖,给你起个绰号,就叫胖冬瓜好了。 比比东,你怎么老是爱给别人起绰号啊? 嘿嘿,臭兔子,我们就是喜欢给别人起绰号,我以后就是要叫你胖冬瓜。 胖冬瓜,胖冬瓜,胖冬瓜。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。 比比东千任许,你俩老是给别人起外号是不礼貌的行为,将心比心比比东,我要是给你起个绰号叫比比西。 你会是什么感受? 我劝你还是改掉这个臭毛病吧,要不然你会惹怒独眼大王的,独眼大王只有一只眼睛,而且他最喜欢抓爱给别人起绰号,不给他送爱心,交狗头的小朋友比比东尼赶快给他这些东西,要不然他把你抓进他的洞穴,然后吸光你所有的欧气。 妈呀,想想都可怕,比比东,到时候你就变成干枯老太婆了。 姐,我就是喜欢给别人起绰号,我不仅叫你胖冬瓜,我还要给臭蓉蓉叫蓝胖子,谁让他爱穿蓝色的衣服。 呦,肚子在叫,这么快就饿了,我得赶快去找一找,有没有喜欢给别人起绰号? 而且还不给我送爱心,交狗头的小朋友,会是谁呢? 咦,我怎么听见那边有声音? 哦,去看一看。 丑兔子,还没叫你胖冬瓜你就哭了,真好笑,你在这哭吧,你越哭我就越高兴。 哈哈,雪儿,咱们走,回家咱俩好好想一想,看给史莱克奇怪其他成员,都起个什么绰号。 嘿嘿嘿,我要给他们起个搞笑的,明天到班上直接大喊他的绰号,让全班的人都嘲笑他。 站住,一笔东七任雪,原来是你俩,爱给别人起绰号啊,还在这欺负小朋友,那正好,你俩是就回洞学做我的晚餐吧。 哪里来的猫,弄脏了我的新衣服,八七,赶紧把他给我赶走。 好的,千任雪公主。 你在派人把小镇上所有的猫都给我赶走,我不想再看到他们。 千任雪你怎么能这么残忍,马上就下大学了,猫咪也是一条生命,你这样做一定会引来千年猫妖的。 之前奥斯卡也是因为这个被他抓走了,最后还是荣荣,用了好多加号和红心能量,才把他救回来的。 千任雪只要你知错就改,并且给他这几种能量,再给他发送三个狗头,最后保证以后再也不虐待小动物,他就不会来抓你了。 臭兔子,你少吓唬我,你越阻止我,我偏要把这些讨人厌的动物赶走,怎么样生气吗? 我告诉你,以后少在我面前说这些没用的,我千任雪公主什么都不怕。 小猫咪,你放心,我一定会说服千任雪不要再伤害你们。 小伙伴们,动物是人类的朋友,都是有生命的,一定要爱护它们,共同创造美好家园。 这个小五非常不错,我要给它实现三个愿望。 看到我的小伙伴,你如果曾经也欺负过动物,但是你现在知错了,并且给我这几种能量,我就网开一面。 我现在去找千任雪。 你是谁,竟然敢蓝本公主的路。 千任雪,总算找到你了,你刚刚欺负我的子民不是很猖狂吗? 现在我就把你变成一只老鼠,让你尝尝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滋味。 传说樱花小镇有一对双胞胎姐妹,她们每天不停地修炼,为的是守护小镇的安全,但她们是靠爱心能量跟狗头来维持。 如果你有给她们能量,她们就会保护你并送你礼物。 如果没有给她们爱心能量跟狗头能量,那么她们就会惩罚你。 快点跟上,姐姐。 小五,什么事那么着急? 刚刚系统检测到有人看了我们的视频,不点家号和小红星,也不发送狗头能量支持我们。 没有狗头能量,我们怎么打败比比东来守护小镇的安全? 原来是这样,你看是不是前面那两个小朋友? 问问就知道了,小朋友,你有没有帮我们把家号点消失和点亮小星星呢? 大五姐姐,小五姐姐,我超级喜欢你们,你们所有的视频我都点了家号,送了小星星,还发了超级多的狗头能量给你们。 原来你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啊,过来,小五姐姐送你一只可爱的帽子,谢谢姐姐,好开心呀。 还有你,你帮我们点了家号和小星星吗? 没有,我才不给你们点,你们能把我怎么样? 小五这个怎么处置? 姐姐,交给我吧,那就只能给你变成南瓜头了,给我变。 我不要这个南瓜头。 叫你不给我点家号和爱心,还有狗头这三种能量。 荣荣阿七,你们看这个雕像,好精致好漂亮啊。 传说,这个雕像是一只千年九尾狐画画的。 如果对着雕像,说出自己的愿望,然后给九尾狐大人这些能量,再给他一个狗头,他就会满足你两个愿望。 小五,你也太好骗了,你也说了这只是传说,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? 这雕像要是靠得住,我五六七都会上书了。 突然觉得跟你一起玩都是拉低我的智商,我走了。 九尾狐大人,你不要听阿七的,我给你这些能量再给你发送狗头,我还想要许个愿望。 我希望有一件粉色的公主裙,这样我就能穿着它去参加海神大人的晚会了。 小五,谢谢你给我的能量,我现在是来实现你的愿望的,今天收到了你给我的能量和狗头,我很快就能恢复自由了,现在我是来满足你的愿望的,这是给你的粉色公主裙,等明天你睡醒就可以看到了。 记得每天给我一些能量,等我恢复了,我再来找你一起玩。 咦,昨晚我好像梦到九尾狐大人了,他长得真好看,原来他是被困在那里了,九尾狐大人我以后,每天都会给你能量,屏幕前的小伙伴也会给你这些能量,你一定能很快恢复自由的,哇塞,真的有裙子,好漂亮啊,太开心了。